00940这礼拜正式挂牌 大家都想说是不是资金大乱斗终于战告一段落 市场终于要回归正常呢 看下来好像事情没这么简单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古海洋帆 大家众所瞩目的00940在这礼拜正式挂牌了 那表现上面如大家原先所预期的 真的不是那么的理想 一挂牌就破发 当然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人就没什么问题 但这一波的买盘太疯狂了 里面实在是夹杂太多投机性的成分在里头 所以大家就想那一旦这些人都发现 成分股的豆腐吃不到 那这一波的资金会不会立刻就要落跑了呢 对成分股也好对台股也好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真的助长要变助谍吗 好那第二个今天的主题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资金乱流之下 到底谁能够做抗衡波动呢 还是AI吗 好最近看到AI焦点还是非常强哦 像是你看鸿海持续持稳 还有广达也回来咯 这礼拜再创历史新高 那看起来回答就是票房表证吗 扩散性的族群焦点怎么选 最后看到的是在伴随AI的头时 还要回头来看一看能源吗 好因为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调查都说了 AI真的非常非常的耗电 好那未来的一个新能源 到底在盘面上面拉出什么样的新商机需求 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第一位是许波杰老师 博杰哥你好晚安 彦亭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曾志祥副总 副总你好晚安 彦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要先跟博杰哥来要续集 下一次你来我们杨凡的节目当中 你就脚安啦 一路看到三月通通都做多啦 看到讯号再说啦 好啦那三月也嗨完了 好那这个之前你也提醒过说 高档不能换主流 最近确实也看到盘面上面的轮动节奏变快 一会是AI 一会又变营键 一会又变军工 每天切来切去 这有符合你上次说的换主流吗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在最近高档为什么换主流 很明显嘛 资金全部被这个00939 940吸走 跑到这些相关的这个高股息成分股 就像彦亭刚才讲的这个吃豆腐大乱斗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换主流它是什么被迫的 那我们现在要观察是说 回到四月份啊 这些先前被换掉的主流 比如说在整个老AI新AI的这个部分他们继续轮动 那如果就目前的这个盘面看起来 当然这个趋势在整个主流趋势确实他有一些停滞 比如说AI的部分散热剩下一个双红在创高 你像齐鸿啊像这个建策 这两支高价股开始下来 另外的话 AI伺服器的部分确实也只有一支广达在创新高 跟另外一支新上来的鸿海在创高 其他的也是陷入停滞 另外刚才有讲到嘛 包含像这个军工啊甚至营建 营建其实每一年的第一季到第二季它涨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前一年赚很多你看现在营建股很多的这个股息跟殖利率 其实它都比这些所谓高股息ETF成分股还要来的好 那我是觉得很可惜都没有入选对不对 好所以就目前来看高档换主流确实它是暗示说这个趋势有停滞的现象 但结束反转了没没有这个讯号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嘛 在廉价前正常来讲这个大盘应该要被廉价前的卖压卖下来 可是你看到这个4月2号台股还在创下波段的这个高点 还在创历史的这个新高 所以就整个趋势来讲 虽然00939 940有出现吸金排挤的效应 可是好像过了4月以后这个效应慢慢有点不见的现象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到资金确实它有转出高档股 转向价值被低估的这个股票 尤其是过完年之后这些细制裁的这个重挫他就告诉你 在这里确实资金都从这里转出来 那所以给大家结论 就是说主流换人不是好事情 电子股还是要必须重涨冰幅 尤其是在这个AI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跟细制裁要在轮涨 那当然到今天为止来看 确实还是有啦 只是说创新高的加速越来越少 那我是建议大家观察 就是说当这些电子真的要转向的时候 你要留意是不是金融股在某一段时间非常的热 他在末坡以金融股来做出货 我想这个是未来要观察的一个方向 好所以我们想问的是我们最近看到广达鸿海领头向前冲 这算是电子有重新接回来的一个第一棒或讯号吗 其实鸿海他在这个ETF之乱当中他确实一直接棒 而且接得很稳啦 那只是说他接棒的同时 有没有再把什么伪创啊 伪影啊光宝这些带起来没有 那就代表说鸿海他只是因为他自己价值被低估 再加上他整个集团都没有涨到嘛 所以就上来嘛 那鸿海的价值要反映到什么时候 你就看市场最后愿意给他多少本益比 比如说我们以现在股价150左右来讲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12块甚至更高 你说用12块去算的话 10倍本益比是120啊 到15倍可能至少还有到160 170以上啊 也就是说现在鸿海贵不贵 好像也还好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鸿海也没有很贵的话 那至少鸿海可以把AI的东西撑在这里嘛 那你说广达广达其实很明显他就是反映什么 这个GP2009月份代工出货他拿很多嘛 可是拿最多是鸿海啦 所以鸿海这一波才会长这样 那广达既然他在反映这个那你就看嘛 鸿海跟广达这两个都是在反映相关的东西 是鸿海先下来还是广达先做投嘛 其实到今天来看两个都还在创高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啦 也就是说就像过去我跟大家报告的一个趋势要结束 你要看讯号那在讯号还没出来之前 他真的长很多没有错我们会很害怕 可是在讯号还没出来之前你心里纵使有这个想法 你的动作你也不能说因为我就是看不好他了 看衰他啦我就是放空当然不是嘛 当然你跟着趋势做你是最轻松的 因为有人在背后可以推你一把嘛 所以回到这个相关鸿海这个话题来说 我觉得第二季他们还是有轮涨的机会 另外一个是说 但我们就是想问的是涨不能只有他涨啊 那当然因为这礼拜是有廉价 所以资金的买盘动力是比较薄弱一点 是说如果我们廉价回来观测涨的还是只有鸿海广达 他没有扩散的话那就真的符合你所谓的主流真的已经跑了吗 我是判断这一波不会扩散 我觉得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什么伪创 围影 川湖 甚至现在最近陷入整理的散热 这一些我觉得再起来的时间点会落在5月之后 因为他们是先建高先震荡整理 尤其是散热 散热大概短线上来看大概高点大概慢慢都出来了 但是老AI股呢 因为散热是涨多确实没有 老AI股他就是一个区间 比如说我们看伪创的图 你看伪创他就是一个大的区间在做震荡而已 他并没有转弱啊 对不对 你觉得他不动没有错他不动可是他有跌吗 不跌 对对好看围影 围影没有错 围影在过完年他有一个头部的讯号 可是他跌破颈线了没 没有啊 他也没破嘛 广达的拉高不会带动他们 目前不会 因为 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 最近在反应就是红海拿很多GB200 广达也拿到其他可能还不知道 所以就涨他们两个嘛 但是其他大家知道说 从去年年底的法说一路到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们这些公司代工的部分 第二季以后出货会开始变大 那现在既然资金都在红海跟广达上面就算他们有补涨好了 那个过高一定拉回啦 那我市场资金不如什么我就等啊五月以后我开始布局啊 那可能前面红海跟广达休息我后面反而长这个族群嘛 他们也是行人接力赛嘛 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这样观察 就是说只要伪创 伪影他们下方的那个震荡的区间 底线没有跌破之前你就等 我觉得后面还是有机会 但就是撑在这里一个横盘 可是这也不能够算是AI有重新接回这个主导权 其实是有一些新的想象空间有 比如说你看最近那个索罗门 这个一个机器人放在黄仁群隔壁 那这样到底还算不算啊 算不算AI 他算新AI啊 问题是那个机器人有出货没有错 可是有真的出很多嘛也没有嘛 他就是反映一个题材嘛 可是这些题材什么时候会结束 你就等嘛第一季季报出来嘛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嘛 那五月中之前嘛 如果你时间算一算大概 到四月中以前这些 老的有创高的新的在涨的 应该都还没问题嘛 可是四月中以后随着荣卷补完了 然后要公布季报的 又要公布营收的 应该变数就会开始出来 我就说题材如果还在 然后这个荣卷还没有回补完 我们四月中之前都还可以持续乐观看多 我觉得台子结算前问题应该 都不大 还不大 除非美股在这里开始出现什么 连续性的重挫 那就告诉你 这波结束了 因为这波也是美国带上来的嘛 所以美股没结束之前你也不用想太多 可是一旦结束你 跑的都要比谁都快 因为毕竟这也是2万点的位置 这是提醒大家要有个风险的概念 但我们自己场中有940的这一波大乱斗 所以要请副总接力来帮我们看一看 这个这一波的ET的影响性 940果然这一个礼拜挂牌呈现破发 那会不会反过来变成是台股或是成分股的压力 对台股来说要在攻坚就还是就会变得有难度呢 其实是不会啦 就是说它破发 刚好昨天这个什么 前两天4月1号是愚人节嘛 然后刚好它挂牌那一天就 开了一个玩笑就破发了 但是呢 其实你看它主要几个重点的一个成分股 你会发现它所选的都是比较有基本面的 那有有值的股票短线上震荡或者是压回 或者是被吃豆腐 但是中长期看下来你只要整个产业的趋势 或者是景气的变化 它没有大的改变的话 那基本上问题都不会太大 而且先前外资在发行之前 它在做吃豆腐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发行之后 你说会不会继续卖 我认为这个几率上来说就非常的小 因为那个其实有一点点是在刻意在对作的一个现象 那既然现在已经买盘买完了 那外资它也没有刻意要去做什么选择权的空单 或者是期货的空单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就是只是在吃豆腐 那这个豆腐等到它上市之后就站高一个段落 等于是豆腐吃完了 后面就要回归它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 那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有一些它到目前为止还是多方趋势 或者是产业前景没有任何改变的 其实就是很OK 像是这个2454的联发科 2554的联发科 因为其实先前的确有被吃豆腐的一个现象 再加上它本来就是已经涨的位阶已经相对偏高 所以涨多之后暂时的休息整理都很正常 但是有一些在这个前持大成分股当中 你就要特别稍微留意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下第一个结论 就是说吃豆腐的状况占高一个段落 所以持有ETF940的好朋友也不用太过的担心 因为毕竟当初投资ETF的初衷 本来就是做所谓的充长线的一个投资 那充长线的投资在它产业环境 或者是景气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之下 不需要为了那一点点的一个 这个破发的一点点的一个价格 就感到很担心跟忧心 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去做价差的话 就做股票就好了不是吗 这是第一个重点的结论 那第二个部分就像我们在个股当中有几个 如果说你是选择个股的朋友 有一些多方市没有改变的 其实都不用太担心 像是这个像2404的汉唐 2404的汉唐它的一个殖利率 就明摆了就是在那边 所以你会发现它顶多就是震荡整理 涨多之后就是震荡整理 它也不会出现一个明确的一个 往下的一个趋势 因为毕竟接下来很快 台积电又要发修会 那我们认为它的一个 调高资本支出的一个潜力是有在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搞不好它后面又继续往上冲 那在这其中 如果说从940这前十大的成分股当中 你要比较谨慎来看待的 我还是重申我们之前的看法 就是说像那个联电 我们还是一样从产业的角度出发之后 看联电的一个部分 你还是要特别谨慎一些来看待这两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今年中国大陆它的晶圆代工的一个厂 开出非常非常多新的厂 意味着它背后的产能是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些都是集中在所谓的成熟制程 刚好跟这些台湾的成熟制程厂 不管是世界先进也好 连电也好甚至到利基电也好 都会抢到相关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部分 再加上现在美中它有一个所谓AI上的一个竞争 或者是美国一直持续在打压 中国大陆的一个AI的一个发展 所以中国大陆他们的订单 基本上都会以自己的厂为最优先 所以这是这里面成分股当中 你要比较尤其要比较谨慎一些的 然后至于大家很关心的 像是那个2603的长龙 那长龙的部分它还是靠着它的一个 获利数字在乘着 获利数字在乘着 但是如果就最近的一个走势来说的话 我们短线上的技术面 它其实是有被吃豆腐吃到要破坏的一个状况 这一点是投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你现在像以今年来说 全年的主流都集中在电子的情况之下 大部分时间 或许偶尔会有一两个月转换 但是集中主要还是在电子股的情况之下 长龙的股票可能 第一个本质好没有错 但是你说它要有很大的力道 在往上去做推波助澜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难度也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整个总结下来 要做ETF以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产业景气环境没有变的话问题不大 那第二个部分 个股想要做价差的 就是选择直优的股票来去做价差 会比较适合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节奏 好副总提醒大家操作都该回归正常了 操作面说就真的ETF要以价值面来做看待 那副总也是成分股现在也就是该回归到 它本身各股产业的价值面 所以对成分股的操作已经不再看什么940 是不是要吃豆腐 而是去看它背后未来的产业前景性 来决定到底要不要持股续报 就是回到它原本该有的卖动跟趋势 因为豆腐之乱已经结束了 所以后面不会有人一直要吃你豆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也不用看说940 是不是有没有回到10块禁止 就担心这些 其实那个是不用太担心 你景气没有变的情况之下 而且那个幅度才这么一点点 我们讲实在话跟个股的波动差那么多 所以那个不需要太过担心 要担心的是你可能有一些朋友 用信用或者是借钱来去买 他们会比较担心 但是我们常常在讲 你今天一个本质或者是一个景气 它一走就是一大段 它不会轻易的结束 那刚刚你有提到在外资卖的部分 你刚刚讲 在你的研判应该只是一个短期性的对作 可是如果大资金区块台币最近一直在连扁 那么外资最近的卖 真的只是一个短线上面的对作策略而已吗 其实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940结束之后的这4月开始这几天 我们其实也没有看到外资继续很用力的在卖超 但是他有在做资金集中到一些特定的权重股身上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资金 他以往的非电子股身上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刚刚博杰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外资他其实在资金的调配上面来说 他也已经开始有做平衡布局 就是说他不会把钱全部放在所谓的电子 这个接下来你看外资的动向 其实也可以研判出来 目前外资他其实有开始在朝这个电子跟非电子 这样子的平衡策略再去走 所以投资朋友也可以朝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来去做好资金配置 意思就是说在你看来外资那个不是卖压 是调整 是调整 是策略调整 只是你看有一些个股 他有刻意被借券去空的打压的动作 我举例来说像是光宝科 就是前两人有一两天投信 或者是ETF买盘 不是连续两天拉出常用K棒吗 然后到后面那几天外资一直在卖 外资不仅仅在卖之外 他还连续的借券在卖出 所以他等于就是趁着拉高的时候吃豆腐 然后去卖现货然后又借券去放空它 然后又放出这个调降平等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是很标准的 是完全是在对做 但那就是刻意针对单一在做一些 对他们并没有全部 全面性的去做这样子的动作 而是特别针对单一的个股 去做这样子刻意打压的一个动作 OK好那资金大乱动 大卖动最近也在AI身上发生 老牌AI起来了 但是新的AI在纯粹欲动 到底怎么选择 马上回来